4月17日据港媒报道,黄欣颖就出轨许章事件向男友马国明道歉,无信助理总经理乐一玲4月17日在就黄欣颖许章事件回应,她表示,昨天好多记者找我,我说想沉淀一下怎么去处理这件事,和公司机同事商量怎么去回应。 昨晚和黄欣颖聊了好久,她好后悔好后悔,她知道自己犯了好大的错,她好对不起受牵连的人,特别是父母及家人,对不起公司,对不起马国明和她的家里人。 这一刻她的情绪仍然未平复,公司觉得她需要休息一段时间。 另外乐益玲称,马国明说她OK,大家不用担心她,她好乖,她自己要求继续开工,叫大家不用迁就她,所以她今晚会继续如常开工拍摄《小摩的二外景》。 黄欣颖出了出轨事件之后,还没有公开露过面,但其无线领导为这件事情发声称,黄欣颖有与自己联络过,但目前公司还没有决定好如何处理黄欣颖这件事情。